你给我们的印象或者你自己经常表达的 好像你是一个蹦出来的一个人 某种意义上 多大的误解 这个误解是什么 简单 人干嘛非要简单 人应该聪明一点 我的理想 每个人都很有本事 每个人都很聪明 这是我的理想国 英达的父亲 那是我同学的棒 我就觉得这帮人特别有本事 我觉得他们代表一种传统 传统 你那么爱梵高 梵高就代表一种传统 海明威也是传统 那你就说老人呗 过去的老人 过去老人有靠谱的有不靠谱的 不管你喜欢乡村骑士也好 管他教父也好 Martin Scorsese也好 这些元素对你有影响 你是这个传统中的一部分 按你这么说 你的引号的传统 都是我喜欢的某种传奇 但是 你可以起完号 大家就互相起完号是吧 不不不别着急 在我喜欢的这个传奇 是我从大量的污泥浊水里边挑出来的 有各种我不喜欢的老东西 那当然肯定的 那那个来说 对我来说那叫传统 那就我们定义不同 从传统里边挑出一些好东西 那叫传奇 我是这么认为的 你怎么看自己身上那种反叛的特性呢 我有吗 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很正常 就那么拍了而已 那怎么办 但电影是个工业 后面那些反馈对你会有造成困扰吗 我觉得没有 因为好坏 他都是 就是建立在误独之上 就一切都是误独 因为我不自觉的经常会用我拍过的电影来串击这三十年的过程 我原来也挺排斥的 我说这东西都是假的 跟我没什么关系 但是你用很长时间去把它做出来的时候 你搭进去的时间是真的 所以我现在也有点乱 有点弄不清楚 包括也可能会陷入一种自我沉溺 这两者之间对你来说 你需要找这个界限 可是你不表达自我 你表达谁呢 是啊 你能说出谁的话来 你能有谁的 但是这个自我 跟他生活的周围的时代有关系 跟他的所处的 你说的传系好 传统也好 也有关系 中间的平衡是蛮重要的一件事 你自己找不着 你找不着了就活该倒霉找着了 找不着就找不着 不是你找着的 因为你只能表达自己 每个人都在表达自己 要不怎么说罗生门呢